那有好多地方 我就得像女儿那么对她 为什么 我智商不够吗 我把你当做未来丈夫 可你却想当我的老爹 这样的奇葩乡亲 场景你们见过没 今年参加乡亲的是猪大爷 今年70岁 月入8000元 除此之外 还有120平的住房 这条件可以说 是一位高质量大爷了吧 猪大爷之所以这么优秀 全是靠实力一点点走上来的 猪大爷可是一位 自身的老中医 在几十年前 都是万元户的存在呢 如今的身价 大家可以细别 就是这些闪光点 猪大爷被节目的 另一位阿姨给看中呢 为啥说是阿姨呢 那是因为 她比猪大爷小了20岁 这位阿姨姓刘 今年50岁 约住2000元 该说不说 这刘阿姨长的是真年前 怪不得猪大爷路上那么激动 这是赶快介绍 因为她那个人家 对咱有这个项目 最后红娘就让俩人 互相介绍 可刘阿姨一开口 就给红娘整个会呢 我姓刘 那您之前在节目里 是叫金哲 然后又叫沈缘 现在又姓刘 为什么 随后刘阿姨解释了一本 那个有小名 符合本上的名 那您叫刘 我叫刘金哲 好家伙 得亏只想了三十几 不然还真怕再多两个名字 红娘也是询问起了 刘阿姨俩人的第一演员 刘阿姨不用说 本来就是看中长大呀 这一件真是更是把握不住了 在楼下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是生活中的人 很亲切好 而朱大爷的第一演员 却并不太好 一般 虽然感觉一般 但毕竟是看到自己的 朱大爷开头也是说过 对咱有这个想法 那我回应的就是 接待规格比以前的高一高 所以朱大爷决定 继续了解一波 于是便领着刘阿姨 参观起了房子 可能是没看中 朱大爷直接说出了 自己的缺点 一箱啤酒 您能喝多少啊 一吃一箱吧 好家伙 每天一顿酒 一次喝一箱 直接给刘阿姨 差点走昏倒过来 朱大爷还问刘阿姨 害不害怕 你找我喜欢你 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随后朱大爷 继续说自己的陋心 想要对刘阿姨进行劝退 很少一样 我是想把这些个情 挂进时间里挂 朱大爷你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我都心弄了 这不就是家里 雄厚的体现吗 一看刘阿姨 并没有太大的情欲波动 朱大爷开始正式讨论起了 两人的年龄问题 朱大爷现在为刘阿姨 担心了一波 若干年 你还是不年轻 我已经遇到太多 你过十年还能蹦蹦跳跳 我过十年可能只能轮椅散步来 只为了短暂的快乐 去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她 这样刘阿姨还愿意吗 照顾我 这难道就是爱情吗 刘阿姨连思考都没思考 随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是我喜欢的人 他可以比我大 也可以比我小 别看刘阿姨年龄已经过半 但是这恋爱思想 倒是能和年轻人拼一拼呢 随后朱大爷说出了很现实的问题 这同样是为刘阿姨以后的路担忧 可刘阿姨的回答 却让朱大爷生气了起来 使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走了 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也走呗 你往哪儿走啊 跟走呗 大爷被小十二岁的阿姨看中 表示不仅能够提供爱情 还能殉情 这么猛烈的爱情观念 七十岁的朱大爷能顶得住吗 朱大爷被年轻阿姨看得自然开心 但是年龄差的问题也是摆在眼前 朱大爷说出自己的担心后 刘阿姨却表示可以训情 对朱大爷心里不弄烦笑 而刘阿姨却有自己的观念 我觉得人生它不在于成果 就是说你活的 毕竟是很多年才是幸福 不在于它的质量 道理我都懂 但这也不是你训情的理由啊 这都2021年了 朱大爷都被吓得够呛 红娘结状也是拉着朱大爷 到一边问起了情况 朱大爷表示 有的时候就感觉 他有的一些地方 还是能相效好 本以为这场相亲 就会这么结束的时候 朱大爷却说出了另一个观点 就像一个姑娘或者女儿一样 那么对他就完了 好家伙 朱大爷你这样真的好吗 人家刘阿姨只是想当你妻子 你却想当人家爸爸 刚坐下又抛出一个现实的问题 真的觉得两人合适的 您到这边来的话 这边那边怎么办 可刘阿姨却表示等以后再商量 但是朱大爷却觉得 既然问题迟早要发生 不如现在先考虑如何解决 可刘阿姨却并不这么想 如果这个人值得我做的话 中间推翻任何问题我会想 气氛开始逐渐紧张了起来 话说刘阿姨这是拖延症吗 迟早会发生的问题 确实应该尽早做出方案 不然到时候感情倒背了 却因为这事闹不哀了 你朱大爷可耗不起啊 半年也好 一年也好过去了 然后碰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了 朱大爷担心的也是 咱都70岁的年龄了 可没法有太多的时间 为爱情冲冲冲了 现实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才能为后边的路打好技术 刘阿姨也是稍微明白了一点 但还是表示 自己只为爱情而活 别的不太想考虑 朱大爷也是与众心肠地 教会了起来 也不在一起 你再找爸 这些跟你一定要解决了 这股子浓浓的老父亲 即使感是真的到位了 随后还对红娘说出了 自己对刘阿姨的感觉 那这个人相对来讲 单纯尽管是幼稚一些 这模棱两可的说法 不仅让红娘问起了 最关键的问题 而朱大爷的回答 肯定是喜欢单纯点的 他这么单纯的话 就是认认真真地对他就行了 有坏处也有好处 省得朱大爷年事已告 还得想的那么复杂 刘阿姨表示 朱大爷的想法也是对的 还用比喻表明自己可以改变 如果说朱大爷是在秋天的话 然后我是春天的话 我希望我们两个 相逢在夏天 我们都改变一下自己 这一套一套的情话 屏幕前的小姐姐 你们学会了吗 这一看俩人算是达成一致的 和下一秒朱大爷的说法 却让刘阿姨瞬间不高兴了 我就得像女儿那么岁 你有吗 我有爸爸呀 我知道你有爸爸 阿姨高高兴兴来找老伴 结果大爷却又当他老伴 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处呢 70岁的大爷被50岁的阿姨看上 俩人的年龄代沟也是愈发明显 好不容易达成了一致 可朱大爷接下来的说法 却让刘阿姨无法接受 如果说我们俩在一起 那有好多地方 我就得像女儿那么对他 一开后就给刘阿姨整进城了 随后朱大爷开始解释了起义来 因为我的这个身份 第一是丈夫 第二是父亲 刘阿姨忍不住说道 我有爸爸呀 我知道你有爸爸 刘阿姨父亲上个健在 朱大爷请你冷静好吗 这还没结束 朱大爷又说出了第三个身份 第三 情人 好家伙 找个老伴不是来角色扮演的 为啥还整个三种身份呢 刘阿姨表示这也太难了 我只想找个老伴啊 可朱大爷表示不仅他要这样 刘阿姨也是一样的 下的刘阿姨赶紧联盟说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不小心 我不想当母亲 随后朱大爷还表示 会像对女儿一样对待刘大爷 这让刘阿姨无法接受 不行 我不同意 虽然年龄差了点 但也别老想当我老爸呀 刘阿姨现在无法理解 朱大爷的想法 于是问朱大爷到底在担心什么 朱大爷却担心 自己老了会得脑血酸 结果刘阿姨却回答到 我后生起来就是老了 这不就越等越达成一字了吗 而刘阿姨也开始输出了 表示别让朱大爷 担心自己以后的生活 我认为的爱的力量吧 只要是你 什么都可以 朱老师你不用担心 这一看朱大爷也是心动了 奇奇怪怪 这次的刘阿姨还在持续表白 那我说她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 老人吧 但是我们都像两个小孩子一样 这边话姐弟好不啊 既然你想把我当女儿 那我就把咱俩当成小孩了 这样年龄差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面对刘阿姨如此真心的表白 不断忧郁的朱大爷 也是决定继续相处一阵 这场相近也就是这么成功了 要说这刘阿姨还是会的呀 一趟又一趟的情话 一波又一波的表白 这谁能顶得住 别说朱大爷了 哥们我都差点没顶住 也是祝愿俩人能够真正牵手成功吗 相互扶持到老 也是个不错的结局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样老年中医的你们 就动动发财的小手 有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